欢迎各位 来回我们《公民柴柴》 第二节 我是谭香文 吴嘉伦 詹姆斯 我们就补充上一节 我说过是都会站 这个是私人屋苑的站 是设有这个引路径 由这个站的入口到整个商场都有引路径 回看领会的商场 这些商场里面的引路径是十分缺乏的 所以希望鼓励领会访效 这个都会站在商场里面的引路径 刚才我们说了引路径 我又很有兴趣知道 以外之有为什么突然去参与引路径这个事件 Janice 有没有讲一讲 其实试完很多个月之前 主要是我们探访个案 是一个视障人士 那个个案是什么个案 那个个案是个视障人士 即是坐地铁 不小心跌到路轨 像昌哥很出名 跌到路轨 那件事来说 虽然不是很重伤 这是很幸运的 但问题是一个很大的危机 因为原来地铁站那方面 第一 幕门的问题 令到一个市场里面的死门陷阱 我们会觉得这个很严重 对不对 变成了在这方面 其实我们曾经都希望 在这方面 地铁方面的搜索跟进 但这方面我们现在 还是一个沟通当中 但问题就是 就是说如果盲人 在这些情况 我们也希望减少 因为这个更严重 这个比屋邨的商场引力 因为真的跌下去 那以后会很严重 那不是意外受伤 可能是意外死亡 所以变成了我们也希望 在这方面 跟进 是的 在地铁方面 或者是狗铁方面 就关注一些 狗铁 不好意思 其实在那里来说 原来发现很多站 都是没有幕门的 而且很多盲点 那些市场人士 有机会都看不到 方向 我想问一下嘉玲 你为什么觉得幕门的兴建 对你们实际上 其实 因为现在大家都会留意到 现时未安装幕门 那些地铁站 都会在露天 地面上的站 到面上 其实我们会觉得 环境上是会比较嘈杂的 可能在市场人士 因为主力都是靠手掌 和听声音 去辨别它的方向 但是多余的 譬如噪音混淆了 所以意外就可能更容易会发生 操心 其实都不只是对视像人士 有这个安全性加强了 其实我觉得老人家 或者任何的公众人士 有个幕门保护安全 我都觉得是会好很多 在哪几个站 是没有这个幕门呢 你可不可以说 简单说几个 都有好几个 在观塘线的有九六湾站 牛头角站 观塘站 会有全湾站 那些都还没有兴建到 Janice 我记得 阿昌那个好像是九龙湾 是呀 九龙湾 跌了下去 但是 这个幕门是这么重要 那为什么港铁 你可不觉得 它是不是需要 在多一些所谓 在站里面 有些人讲播 告诉视像 又快跌下去了 如果你没有幕门的设施 其实我们在探访的个案期间 其实都跟视像人士有个聊天 其实很奇怪的是 它在月台陪回了一段时间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它跌下去了 没有人通知 因为我想相信 除了幕门 幕门未必是一下子可以 立即起来 或者全部 但应该在人手 或者监察方面 应该要严重留意 因为你都知道 视像人士走得比较慢 我想应该是足够时间 有些人通知 叫他不要走近 应该是小心 或者甚至应该走出来 去拔住他 这件事 其实是一个严重的疏忽 对我们来说 是不是在月台的控制室 那些人可以看到 如果有视像的朋友 走近月台 可能有机会跌下去 他可以在大声宫那里 叫不要走过去 是吗 至少这件事 没有 但是现在没有 现在是没有 控制不行 刚才Janice所说的 一些硬件性的东西 不可能 一年半左右 全部起好了 都未必可以 但我觉得 软件上的东西 就可以增加人手 比如突然间 对前线工作人员的 一些训练 培训 怎样跟他们接触 怎样主动去帮他们 提出一些需要协助的东西 我觉得这些可以加强多些去做 还有刚才说的监察系统 例如有没有 那些镜头可以设定多些 那些位置 不会真的完全没有盲点出现呢 我觉得这些可以尽快先做 我觉得 是不是建议他们 譬如在月台 有个镜头可以看着 如果有人接近月台 而是很危险的 几乎跌下去 可以出声 在警钟 或者是月台有些 控制的人员 去提醒那些视像人士 但是我觉得 似乎这个是否很不够 人手 我相信 未必每一个站 都有很多视像人士 好像跟商场来说 某一些地区 使用率高一点 是的 会高危一点 我觉得有某一些站 可能它都会高危一点 或者加强多些人 是的 应该在那些站里面 原来这么多视像人士 会使用的时候 我想在那些站 那边港铁应该 是必须要注重 某些商业的地区 可能未必说这么多 虽然都需要 大部分未必说 资源上有分配 我想他们要好好去考虑一下 我想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既然你做不到幕门 你就麻烦 有些短暂的措施 是的 用其他东西去帮他 如果能够做到一件事 相信意外的发生机会 亦都会減少 阿卓你觉得这些幕门 除了暂时短暂的措施 有什么建议 可以减少这个朋友 跌了下去呢 其实我会觉得 其实最好真的更加亡门 但是我们见 可能他们都说 技术性问题 但是我们见迪士尼线 都露天地面 其实都可以去做 可能做一些很轻便的围栏 看看如何设施 方便到我们上楼车 而不要那么容易 就是给个信用 我们知道 快到了 有个警觉性高一点 我觉得可以做到 真的认真认真去考虑一下 说出是一个钱的问题 是吗 这是他们的解释 其实我觉得 还有就是可能 港铁里面的引路径 可能不是那么充足 因为如果 视像人士 如果他们有辨别的方法 可能他们知道 再走多一步就是月台了 可能会不会再达前 那为什么都会 其实每一个月 听说都说 都几多下的 这些不少 几少 对了 跌了下去都不少 变成其实可能 在港铁里面的引路径 那个月台边 可能那里都不够 说做得很好 我想问一下 嘉倫 他是有引路径 我见到 他全条月台都会有 其实 那为什么会跌下去 不过有些都比较 可能 因为走路 可能未必每一个站都很认识 又或者不是 可能我天天上班 可能我每天去那个站 可能我就会容易些去 知道 一上完楼梯转 走多少步 已经可能准备差不多到 但是一些可能 比较陌生一点的站 又或者一个环境 突然间可能 人多了 声音嘈杂了 那些外来的因素 都有机会混淆了 那个判断 都有机会 所以我们都觉得 其实是真的 认认真真都要 尽快兴建幕门 或者是半年 是的 技术性问题 不是我们去想 我们去混合 可能他们有工程师 可能其他人去做 这样的 那Janice 你觉得这个幕门之外 还有没有什么措施 是可以减少意外呢 其实 在我们来说 当然 就是说 如果是港铁那边 它能够是有一个人手 我见现在的繁忙时间 都会派一些人手去 是 月台有助理 是的 月台有助理 就会去安排人出出入 其实都是希望有秩序 其实在这方面 某一些月台可以人手去控制 加人手 是的 其次 我想監察系统 这些是辅助形式 幕门未来都一定要做 其次就是引路径 即入面的一些截囊人士 那些指示 可能会再加多一些 加多一些 例如说 将会上电梯 因为上次的个案来说 都说 那个是上还是下去 都搞不清楚 谁知道就 跌倒了 就是电梯 原来那个是下的 原来他想上 是的 他想上的 变成是下 变成了 他看不到 因为他不知道 那个是上还是下的 你明白吗 那变成了 可能这件事 亦都是一个意外 但当然就是说 这件事 我也希望有机会 和港币那边反映一下 是 加人 那你觉得有什么措施 可以解决呢 其实 这些 其实我觉得 有些会员 和我都反映 其实他某段时间 会大声一点 有些时间会小声一点 我不知道他们公司 可能他们的声音 是怎样调调 或者感应 那所以呢 可能平时 我们测试的时候 都听到 但是有些朋友 用起来的时候 就可能有点 好 多谢 我们待会去第三节